可算是找到史蒂夫了 史蒂夫躲在这个山顶上干嘛呀 不知道又在研究什么海科技 走 我们去看一看 史蒂夫 史蒂夫 哎 老大 你怎么来了呀 史蒂夫 我都找你好久了 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呀 老大 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而且下面还发洪水 万一哪天被淹了 不好 住在山顶上面 又凉快又不会被淹 你说 多好 史蒂夫 貌似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不过 我看你这坐的是什么呀 好高级的样子 老大 这是我坐的床 怎么样 好看不 史蒂夫 你还别说 真是有模有样的 和我们以前睡的床 感觉不一样了呀 老大 那是当然 我这床睡着可舒服了 而且还很安全 再也不怕上面有东西掉下来 砸到我们了 史蒂夫 那你为什么会坐这么多的床呀 老大 你有所不知 这么多床 其实我是给崔明做的 云山村的村长向我订了很多床呢 准备给他们的崔明一人换一张床呢 不错呀 史蒂夫 现在你开始都做几生意来了 赚崔明的钱 嗯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道这床睡着怎么样 老大 等天黑了 我让崔明过来试验一下 顺便我也睡一下 让你看一看 村长大叔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坐的这个床还满意不 嗯 史蒂夫 非常的不错 你坐的这个床睡着实在是太舒服了 而且还很凉快呀 好嘞 村长 只要你满意就行了 这么多床我会给你送到小村庄的 好的 史蒂夫 那就太感谢你了 史蒂夫 你这可以呀 图书馆馆长也来了 哇 这个村民睡着看起来挺舒服的 史蒂夫 你这床怎么卖的呀 老大 咱俩还贪什么价钱呀 你想要 我送你就是了 哦 史蒂夫 让你白白送给我 多不好意思呀 老大 我们俩谁跟谁 老大 我这就准备给你放一张床 今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呗 史蒂夫 这 要不这个粉色的床你睡吧 老大 我就知道你不会睡的 那粉色的床给我了 哇塞 这床感觉正好呀 不大不小 嗯 不错 我们也来睡一觉吧